前切除 或是部分切除 加放射治療 那一般來講 局部的癌症控制是都非常好 也就是切除手術 它在零期一期的存活率呢 是五年存活率是超過90% 那第二期第三期就往下遞檢 所以早期發現 那一期的存活率是超過90% 男性的乳癌呢 事實上它存活率非常高的 那在台灣呢 現在比較平均最多的是在第二期 在乳癌的檢查診斷呢 事實上可以再積極一點 就是在40歲以上 做朝鮮婆跟做攝影 男性得到乳癌的記憶率是比較少 因為在乳腺在出生發育的時候 它就因為男性荷爾蒙 會抑制這個乳腺的發育 所以它乳腺已經比較不發達了 得到了乳癌的機會 大概是旅生的百萬之一的機會而已 止漢肌沒有直接證明 它會跟乳癌有相關連 因為在腋下噴灑這些止漢肌 不一定就是會得到乳癌 現在來講 降低乳癌的發生機率應該是不大容易 因為我們的發生機率是在增加的 那主要可能是我們的 附落在比較多的 可能是有致癌的一些食物 或是環境 因為我們基本上 基因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過去在很多的報章雜誌也都知道 說很多食品 事實上它可能是有致癌的 你把它吃進去 或有些東西你把它用了 也可能會有致癌 乳房方面有一個叫做 XX的這個材料 在大陸是打得非常多 一陣子在台灣也有流行過 當然現在也有打那個叫做 永久性的玻尿酸 是不是XX不一定 那打了XX以後 這個裡面還有一種叫做 聚丙溪溪溪胺 那這個聚丙溪溪胺 它會分裂為 丙溪胺 這個叫單體 那丙溪胺的單體是有毒的 它會產生神經肌肉的毒性 還有腎臟肝臟的毒性 但是它也會同時是一個致癌的因素 所以如果打了這個XX以後 大概四到五年以上 就很容易有機會會增加癌症的機會 如果這個醫物放在體內十年二十年 它當然癌症的機會會增加 所以我們在過去也發現 打XXX的病人 它同時有乳癌 而且它被診斷的時候 是已經比較慢起了這樣